看看今天能不能這場比賽的英雄人物 這一包穿了出去 結果是那次安打 逃者繞過三籟之後要拚 這個拚很危險 非常的危險 這個為什麼就是直接要衝拚了呢 才一出局而已 沒錯 而且這個不是要盲目的拚 這個已經剩下大概40公尺的距離 是守備人員有效的傳球距離 這種的要能夠攻回來的機率不高 對啊 而且因為留在三类一出局滿壘 其實給對方很大壓力 對 關鍵了一分 你看右外野手已經趨潛了 已經到這個地方來接大概成40幾公尺的距離 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傳球區 幾乎黎明杰在那邊等了 那王偉誠這個傳球也傳得非常好 哇 不知道 真的 不過這確定是三壘指導教練要他拚的 因為這個花圈君一直沒停 因為這個花圈君一直沒停